第三十五集,因为卫英上的是晚班,第二天早上八点下班,他在休息室磨磨蹭蹭了半天都没走,小童觉得奇怪,卫医生,你还有事吗?你怎么还不回去休息?哦,没什么事了,正,准备走呢?嘴上说着走,屁股却没动,那个家伙,不知道他会不会找吃的。 以他那个嘴紧的像被针缝住的程度,他估计不会开口让人帮忙买饭,又没请护工,等会他要是自己要出去找吃的,伤口又裂开了怎么办?对了,卫医生,卫武士的伤患。 他怎么了?伤口又裂开了吗?小童的话还没说完,就被打断,卫医生也太紧张了吧?看来,卫医生对人家也是有意思的吧?小童抿着嘴笑了一下。 那他这个红娘当定了,这样的话,朵朵就有爸爸了。对,就这么着,不,不,伤口没有裂开,但是他说他要办理出院,天哪,他那个脸还苍白成那样,肯定还很虚弱,要是出院在路上摔倒了,那岂不是伤上家? 哎,卫医生,我还没说完呢? 嘻嘻,小童看着那道,消失在休息室的轻瘦的背影,笑得开怀,还没见过卫医生这么慌乱的样子呢?看来不是一般般的喜欢呀。 蓝旺鸡,声音伴随着推门的声音一起响起,病房里的两人同时正住了。 温亚男好奇地看着门口那位怒气冲冲的男子。 医生,长得怪好看的,就是脾气。 嗯,抱。 小温同学今天一睁开眼,就看到蓝旅发来的信息,让他拿资料过来医院,公司离医院很近,所以他到得比较早,还顺便帮蓝旅带了早餐过来。 卫英也愣住了,他哪能想到这么早,就有人来访,而且还是个大美女。 哼,卫英一眼就看见了桌上那盒吃的,包装还挺精美的,还担心人家会饿死呢。 卫无羡,你醒醒吧。 以蓝家二公子的条件,他想要什么样的人,会没有,犯得着缠着一个已婚又有女儿的你吗? 卫英,发生什么事了? 三个人中,蓝战最先反应过来,卫英生气了。 没事,希望你能把我这个主治医生放在眼里,病例表上写得清清楚楚,最好住院三至五天,你现在就要办出院,十几个意思。 我,我,我,我没有呀,我就是,问,问一下。 蓝战战战兢兢,哆哆嗦嗦的,真是让温亚男大跌眼镜,蓝绿怕一声。 好可怜,也好过瘾呀,平时在事务所的蓝绿,可是冷得要命,废话都不多说一个字。 想不到他还有这么怂的时候,你最好是没有,卫英走之前还偏了温亚男一眼,壮似无意,实际意为深长。 反正小温同学感觉到了,充满了敌意。 难道,有坚情? 温同学低头望了一眼,自家老大满眼不舍,又失魂落魄的眼神。 喂,哇,喂无限,你吃了炸药,一大早的火气这么大,电话那头的温情明显被惊到了。 哦,没事,有个难缠的病人,怎么了? 温情,我是想跟你说,我今天接不了宝宝,我妈让我回家一趟。 那边的声音有些郁闷,你妈又逼你回去相亲了,卫英了然于心。 哎,隔一个月就做腰一次的老太太。 温情无奈,又合适的不妨考虑考虑,有个人陪着总是好的。 卫英劝她,但愿吧,那你晚上记得去接宝宝。 迟到了小家伙可是要生气的。 温情警告她,知道了,你这个干妈可真是称职。 卫英笑她,那是必须的。 两人笑着挂了电话,明天是周末,晚上把宝宝接来医院。 让她在休息室看电视应该是没问题的。 以前温情没空的时候,她也是这么干的。 卫英回头望了医院一眼,决定把不愉快的事情都抛开。 自己也结婚了。 某人开始她自己的生活,也是理所应当的。 反正她有多多。 够了,爱情没就没了吧。 卫英仰起头,把眼眶里的热意压了下去,然后深吸一口气,往公交站走去。 心情不好,卫英一觉睡到下午,连午饭都省了。 随便洗漱了一下,就出门接女儿。 爸比,小家伙看到卫英来接她,很是惊讶。 但也很高兴,你今天为什么接多多呀? 因为秦姨一回家看婆婆了,所以爸比来接宝宝呀。 宝宝今晚跟爸比一起值班好不好? 好,卫英抱着女儿,亲了亲她的小脸蛋,奶乎乎的,好香。 这一幕,落在了不远处的宾利车后座那双灵力的眼睛里。 老爷,还要跟着吗? 李管家看着幼儿园门口那一大一小两人上了公交车,然后转头问后座的人。 回家,通知秦秘书准备好资料说各这家幼儿园,下周一我要亲自过来。 是的,老爷。 宾利车跃入车流中,与公交车擦身而过,拦起人微抬头,看着车窗里那张小脸笑叶如花,红烟的小嘴巴巴的蠕动着。 可爱到那天晚上她只看了一眼,就有一种熟悉到骨子里的感觉。 熟悉到不需要其他任何的证明,她就能断定,这个宝宝,是蓝家的,是她的孙女。 至于两人是怎么发生关系的,旺姬又为什么不知情,也许就是西辰说的。 那天晚上,蓝旺姬喝醉酒了,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 而魏无羡,六年前不告诉她,六年后的今天,更不可能告诉她。 虽然,宝宝是魏无羡辛辛苦苦待大的,拦起人她也带过孩子,知道各种的艰辛。 虽然有保姆,但是很多事情不能只靠保姆,陪伴和教育是不能假手于人的。 她知道把宝宝从魏无羡手上夺走,她会很伤心,可是她已经结婚了,有了另一个家。 将来会有第二个孩子,到时候,朵朵就会失宠,她会失落,会难过。 更何况,他们蓝家的孙女,不可能入了唐家的家谱,那个满是污点的唐家,只会交坏了她的宝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